在抓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方面 近期相继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会议 以及新疆两会均传递出乌鲁木齐国际鲁港区被委以重任 原和乌鲁木齐国际鲁港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中被如此击中 首先看起2018年的成绩单 2018年国际鲁港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铁路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多市连运海关监管中心正式运营 进口肉类口岸通过验收 引进百事物流等30余家国内外知名商贸物流企业 全年累计开行7型班列超千列通达亚欧18个国家的25座城市 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营 累计注册企业47家等 数据显示2018年开行的中欧班列为1002列 超过2016年2017年的总和 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提高 成本逐渐降低 吸引了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货物 在这里汇集 我们在开行线路上进一步的丰富 覆盖中欧中亚 在预出成本上 我们也进一步的下降下探 我们从最初的20多种品类 现在发展到覆盖石油化工 机械设备 纺织品 服装 百货 建材等200多种品类 乌鲁木齐级5段中欧班列司机 谢衡于2014年开始驾驶中欧班列 谢衡告诉记者 他的感觉就是中欧班列越开越多 运输速度越来越快 在接触中欧班列的时候 中欧班列我们可能每周能接触一次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 中欧班列越开越多 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中欧班列 而且运行速度之快 从原先的10个小时 压缩到现在的6个小时 运行的时间缩短了 2018年12月12日 首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冷冻扬州 抵达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 并在陆港区里面的乌鲁木齐铁路西站 进口肉类指定口岸 办理结冠手续 如果从欧洲做海运到天津港的话 大概需要45天左右的时间 目前我们有的这个肉类指定口岸 从欧洲过来只需要15天 从哈萨克斯坦过来可能只需要6天左右 大大缩短了中间的这个时效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委员会 综合部部长康涵称 今后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将注重完善功能平台 推进汽车整车粮食和冰冻水产品等 进境指定口岸申建 推进智慧陆港建设 实现智能产战平台稳步运行 长远的就是 一是通过物流的发展 带动商贸发展 然后通过物流商贸的发展 吸引产业在乌鲁木齐落地 在新疆落地 然后打造新疆本地的一个 加工型产业的一个发展 1月初公布的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到 到2020年 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 全年稳定开行中欧班列 1000列以上 基本建成覆盖全江重要城市 及口岸的新疆国际陆港体系 初步形成内联国内重点城市和港口 外通中西南亚和欧洲主要国家地区的 国际陆港双向网络节点体系 国陆港区对全江开放型产业发展的 示范引领作用初步显现 成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区建设的 重要载体和驱动引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